江湖上有句话 出来混早晚要还的 曾几何时 突厥这独子牛气红红 仗着他们马快攻强 动不动就来中原搞事情 但是中原也没折呀 为啥 打不过人家呀 就连李渊称帝后 也只能送钱送美女 换取表面上的和平 实际上老窝囊嘛 不在窝囊中灭亡 就在窝囊中爆发 李世民上台以后 果断地选择了后者 他一方面想发设法的提升军力 一方面派赵德延这个娇屎柜 到突厥一通缴获 突厥很快就乱了 牧民们看小可汗不顺眼 小可汗们又不买大可汗的账 再加上连续三年的血灾 赖以生存的牛羊 冻死饿死一大片 这人心就彻底散了 队伍也就不好带了 李世民早就等着了 趁你病要你命 出击的时候到了 他派代国公李靖 统领张公敬徐世纪等 共计十万大军 兵分六路长途奔袭 直到突厥老朝 突厥可汗相当的自负 一向都是他带人 去找大唐的麻烦 习惯了这种猎人思维以后 他如何能想到有那么一天 猎物竟敢主动反扑他 因此就算捕捉到了 大唐军事调动的蛛丝马迹 他也紧紧以为 那不过是李世民小儿 为了防备他们再去骚扰而已 所以并未做过多的准备 我要在怒吼的风雪中畅饮干路 来吧宝贝 神灵保佑我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 突厥的麻痹大意 恰恰给了大唐军队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李靖青春三千经济大头阵 便给将士们下了死命令 不要指望能睡觉 不要指望能休息 吃喝拉撒全在马上解决 赶沿途下马车斩 虽然军令极为苛刻 但一想到能够爆出血池 坏小子们精神杠杠的 战斗力偶尔爆表 冲到杰里克汗的牙杖时 竟然没有一个调队 跟上来的有多少人 全部三千 好样的 坏小子们 由于突厥没有任何防备 李靖德已长驱止入 大唐的想见 直接射进突厥大个汗的营地里 杰里克汗还在呼呼大睡 被手下吵醒以后 还发了一通洗床气 可看到冒出来的唐军 他顿时傻眼了 有人发现唐军人数并不多 建议集中兵力干掉他们 杰里克汗却认为 李靖区区三千人 就敢长驱直入 肯定后面跟着主力 连忙卷破盖溜了 李靖一路追杀 斩获颇多 杰里克汗不敢停留 继续率步向阴山撤退 结果一头扎进了 李靖早就为他 设好的口袋之中 这可真是刚出龙台 又入虎穴呀 突觉得杰里克汗 好不容易 摆脱了李靖的纠缠 还没来得及喘口气 又遭到了柴少的伏击 柴少一意待劳 出其不意 打得杰里仍仰麻烦 说不损失惨重 杰里自觉不是对手 又撤往白岛 结果又碰上了 徐世纪的通墨军 此时的杰里克汗 已是草木结兵 手底下竟是惊弓之鸟 那里是大当胜利军的对手 区区几个回合下来 人马就折损过半 军心几近崩溃 走投无路之下 杰里克汗派手下大将 执持司力为特使 到长安向李世民谢罪请降 表示愿意归服大唐 实际上 企图在草菁马肥之时 再转移到墨北 四季东山再起 突厥向来反复无常 杰里克汗的缓兵之计 又岂能瞒得过李世民 呵 他当然不甘心 可是继续打下去 又担心军队援起大伤 毕竟这一次的胜利 仰仗的是将军们 战场上的谋划得到 并非大唐的国力强大到 能够一举解决突厥的地步 所以权衡利弊之后 他派红楼军唐检 再次出使突厥 探一台突厥 到底到了什么地步 即便要喝 也要把条件定得苛刻一点 避免他们将来轻易反复 可浅显的鹰派将军们 却不打算这么干 千里奔袭吃尽了苦头 好不容易打败了接力 朝廷上动动嘴 说放就给放了 这让他们如何能感兴 再说了 放虎归山后患无穷 既然来了 说啥也得干到底 可眼下红楼卿唐检 已经到了接力可汗那里 如果贸然开战 唐检岂不是危险了 这正是韩信击破齐国的道理 一个红楼卿有什么可在乎的 韩信当年攻打齐国时 刘邦的谋士李以基 已经凭借三岁不赖之时 降服了齐国七十座城市 可韩信不甘心 一个老妇孺靠着车栏上 耍耍嘴皮子 就立下了他要征战数年 才能完成的天大功劳 所以借着将在外 军令有所不受的由头 下令大军进攻齐国 由于齐国已经投降 自然就撤掉了 边境驻守的军队 结果韩信一路上 几乎没有遇到抵抗 就突破了齐都林兹 此时的齐王和李以基 正在酒宴上畅演 守城军官突然上报 说是汉军已经濒临城下 齐王误以为这一切 都是汉国的圈套 于是迁怒于李以基 就把他扔进锅内煮了 所以说一旦贸然进攻 唐俭很可能会落得 和李以基一样的下场 但李静更看重的是 唐俭的初识 让突厥放松戒备 军队的进攻 将会变得更容易 至于唐俭的安危 相比大唐的国运 简直是微不足道 事情正如李静所料 接力看还惊悔否定 一见唐使前来抚卫 玄尘的心就放下来了 以为安然无事位家防备 熟了李静早已整顿兵马 连夜奔袭冲杀到了 距离吉利克汗的打仗 只有三十里的地方 李静派偏将苏定方 率两百骑兵为千锋 在农务掩护下 咸眉极尽 距离崖掌七里时 才被发现 苏定方长驱直入 攻下了吉利克汗的崖掌 吉利成千里马向西逃跑 李静率大军迅速跟进 突厥群龙无首 一战击溃 被奸数万人 被俘虏男女十余万 好在吉利克汗走得及 没来得及处置唐剑 唐剑趁乱脱险而归 而那个一心给突厥卖命 反而把突厥搞得乌烟瘴气的赵德岩 临走之前还惦记着 他献给吉利克汗的精英 结果耽搁了宝贵逃生时间 被恼羞成怒的突厥士兵 一通乱砍丢了性命 吉利克汗向西逃窜 结果在半路上不将大多叛逃 身边只剩下数十计 祸不单行的是 一头撞上了李道宗 一番激战后 吉利克汗只得投降 李世民没有杀死他 而是封他为归翼王 让他在长安度过余生 吉利克汗的背负 对周围的其他少数民族政权 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 在庆功宴上 吉利克汗亲自为唐太宗李世民 和太上皇李渊献武 大唐多年来的耻辱 一扫而逛 正因如此 吉利克汗也被戏称为长安武王 也算是替突厥偿还了 多年来在大唐那里 积下来的欠账 各位坎哥老爷们 你说是吗 欢迎留言分享你的观点 我是道道 咱们下回再说